印度的大乘佛教只分两个教派 非常简单好记忆 就是大乘中观派和大乘瑜伽形派 龙树和提婆菩萨在开创了大乘中观学派以后呢 弥勒和吴柱两位菩萨又开创了瑜伽形派 构成了印度佛教的两大 这个大乘佛教两大宗派 这里呢就没有包括大乘密教 因为现在学界划分大乘密教部分呢 已经划分成了金刚乘佛教 已经不在大乘佛教里了 易静法师在他的著作 就是特别有名的南海记归内法传里头说 所云大乘无过两种 一则中观二则瑜伽 你看就是说印度大乘就两个中观瑜伽 什么是中观呢 易静接着说中观俗有真空体虚如幻 就是探空 那什么叫瑜伽呢 瑜伽外无内有 是皆为实 说得很清楚 就是以空是有 所有事都是归到为实上 就是如果说龙树菩萨和提婆菩萨 他们在理论上显扬的是大乘佛教的甚深性 就是他的深度 那么弥勒菩萨和无助菩萨 则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大乘佛教理论的广大性和完整性 我们看瑜伽行教就知道了覆盖非常广大 系统非常完整 但是虽然大乘只有两个学派中观派和瑜伽行派 但是他要划分的话一定要划分成三个系统 就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瑜伽行教前后教理不同 这也是这个佛教初学者经常搞混的这个原因 就是把为实和如来藏搞混的原因 瑜伽行教前后是分成为实和如来藏两节的 大乘经教传到中国 印度的这个大乘经教两派传到中国之后 在中国就产生了三个系统 太虚大师把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三个系统做了一个划分 简称为中国三宗 就是说大乘佛教的中国有什么呢 中国三宗太虚定的 第一个宗叫法性空会宗 第二个宗叫法相为实宗 第三个宗叫法界元觉宗 什么叫法性空会宗呢 一听就清了空会 对吧 谈空的智慧是什么 般若中官三论 就是中官派般若学派三论宗 这就是法性空会宗 法性里谈空的智慧 第二个法相为实宗 法相为实嘛 这就是瑜伽行教的前期 传到中国 就是我们在佛教史里讲的唐僧的这个为实法相宗 慈恩宗 第三个 法界元觉宗 法界元觉宗就是瑜伽行教的后期 就是另一节 就是佛性如来藏 心性如来藏 它涉及到中国的 就是天台宗 华言宗 禅宗 这个理论非常复杂了 我们中国常说的两本经 有经常有人问我的 比如元觉经啊 愣眼经啊 这个两本经 尤其是愣言 特别有名 它就是谈佛性如来藏的 它现在归就归到法界元觉宗里头 但是这两本经呢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 也有定论 就好多人老问我这个事 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写的 这是定论的 关于印度佛教 中国佛教分成这三宗 法性空会 法相为实 法界元觉 但是 印度佛教怎么分呢 印度佛教他自己没有分 我没说吗 印度人他没有这个智力 后来 是我们中国的施音顺大师 在太虚大师叛教的基础上 把中国因素剥离了 因为里头我们刚才说了嘛 涉及到中国很多宗外 把中国因素剥离了 纯粹的去判了一下 印度大乘佛教 然后呢 印度大乘佛教也判成三宗 不要三宗 叫三系 所以大乘佛教 在中国叫中国三宗 在印度叫印度三系 印度哪三系呢 第一系 叫做 性空为名论 第二系 叫虚妄为实论 第三系 叫真常为心论 这名字就 有点西化了啊 性空为名论 实际指的是 般若中观 虚妄为实 指的是瑜伽形派里头 前半截 为实思想 真常为心 指的是 佛繁河流的 佛性如来藏思想 其实印顺大师这种划分呢 他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印顺大师 在分这个瑜伽形教 最后的这个 如来藏的时候 认为 如来藏是什么东西呢 如来藏思想是 凡佛河流 凡就是婆罗门教的神我 他认为 如来藏是凡佛河流 这种 如果 这种说法被确认了 这种河流被确认了 那基本上就否定了 佛性如来藏是正法的可能 因为 佛陀是反婆罗门的 你还反佛去河流 那如来藏思想就不是正法 所以说 这个印度三系的分法 现在我们都不采用 因为这种采用方式呢 理论是不对的 中国三宗的理论是对的 但是印顺的 印度三系理论不对 现在学界对大乘经教分呢 一般是按四系分 就是 理论怎么分 就不是像太区大师分的那么粗啊 什么 就是你都听不懂的这名字 什么法性空会 法相为实 法界圆诀 当然了 学界分的名字 你也听不太懂 就是对大乘经教做了四类划分 第一类叫无相为名教 第二类叫佛性如来藏教 第三类叫纯粹为实教 第四类叫心性如来藏教 大家这个可以仔细听一下啊 就是瑜伽形态 就是大乘 怎么分 大乘分为四类 第一类 无相为名 什么无相为名 那很简单 那薄弱嘛 第二个 佛性如来藏 第三个 纯粹为实 第四个 心性如来藏 大家搞混搞混 都搞混在佛性如来藏和心性如来藏的区别上了 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现代学界对大乘佛教四种划分的理由 或者如何区分 特别是要区分一下佛性如来藏和心性如来藏的区别 最初 波若思想是出示弹空的 他的目标或者他的用法是为了破外道 或者破小城铺 但是呢 不是人人都有这种领悟力 对吧 有的同学听完讲金刚经之后就觉得 这个这搞不好睁着眼睛说瞎话嘛 就有人说 你看见门就当没看见你就撞 一切都是空 那你上街去撞车 对吧 就是不是人人都对剥弱思想的这个谈空有理论领悟力的 搞不好他就把理论和现实搅成了一锅粥 对吧 就是我说的 看见门就当没看见 这叫什么 这叫顽空见 这种人就是说 你让他上街撞车 他也敢撞 因此为了对质完空见 表明空并非一切都无 就是我说 就是我说空是什么 空是绝对运动 不是指一切都无都没有 因此要指出还存在根本真实 即真如法性 真如法性是根本真实 是实有的 因此 产发了一个一禅题能成佛的佛性如来藏思想 大家记住啊 一禅题能成佛 这叫佛性如来藏思想 这样呢 既要防止剥弱思想 导致的顽空见 就是搞不好 末流学者就坠入极端的顽空见 也要防止佛性如来藏思想 坠入偏有的这个反我见 那既要谈空 又要破空 既要谈有 又要破有 那怎么办呢 那就进入第三阶段 要呈现非空非有的 依他起性 就依他而起之性 才能统合空与真实的两方面 因此 一离就走向了三性说 整个一离 我们说第一个阶段 般若 第二个阶段 佛性如来藏 那般若容易偏空 佛性如来藏容易偏这个反我见 那怎么办 就要谈三性 阐阳三性说 一离就走向了瑜伽行教的维师观 三性说就是 依他起性 遍迹所直性 原成实性 那这个理论体系非常宏大 我们就不展开了 我们佛教哲学 明年那个大成部分会展开这个 大家知道一下词就行了 就是知道一下这个四个 大成佛教四个分类是怎么分出来的 就是到第三个 就要谈到纯为实 就是谈三性 在瑜伽行思想中 融合了般若空说 与佛性如来藏说 两个就融合 你看第一阶段 是般若空性 第二阶段是佛性如来藏性 那一个容易偏空 一个容易偏反我见 然后最后通过三性 依他起性 遍迹所直和原成实 就是纯粹的瑜伽形态 为实思想 把这二者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之后 佛教的毅理就达到了最高点 毅理的广度和复杂度 就是空前的了 那么就进入了下一个方向 就这一段大家如果听不懂呢 努力凑合听一下 因为听不懂你后面更听不明白 就是这个努力听一下吧 这样瑜伽形教就在三性的为实观下 出现了两个走向 一个走向是纯粹为实学的 就是一切以为实为基础的 叫有唯一为实 一个就融合了前面的佛性如来藏思想 为实与如来藏思想融合在一起 就叫做无唯一为实思想 就是我们说 瑜伽形教就在第三环进行了 进行了分流 走向了有唯一为实和无唯一为实 根据瑜伽形教的这两个走向 就是有唯一为实和无唯一为实 如果加上了大乘中观 大乘经教就会分为四个类 哪四个类呢 第一个类就是弹空的波若 波若教 就是纯粹的 就是金刚经这种弹空的 就叫无相为名教 因为波若思想弹空 更多是以无相做总称的 无相为名 没有相只有名 这一类的代表经典 就是波若类经 第二类就是我们说的 佛性如来藏 大家记住啊 佛性如来藏 佛性如来藏是什么呢 以空是有 谈法性真如实有的 早期如来藏思想 这种思想是大乘思想 但它还没有跟为实思想打通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 主要的经典就是 大涅槃经 如来藏经 圣漫经 所以我们说 一禅题皆可成佛的 佛性思想 就是这个阶段的 早期佛性如来藏教 和为实没有打通 到第三个阶段 为了防止谈空偏空 谈如来藏 偏凡我见 于是就要把 为实观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 就产生了两个分流 有唯一为实 与无唯一为实 有唯一为实 就是谈纯粹为实思想的 瑜伽行教 所以又叫虚网为实教 或者有唯一为实教 它的代表经典 就是解身秘经 阿比达摩大成经 和佛地经 这是纯为实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吸收了 以空是有的 佛性如来藏思想 和为实思想 整合在一起的 叫做心性如来藏 佛性如来藏和 心性如来藏 什么区别呢 佛性如来藏 没有为实观 心性如来藏 是有这个为实观 它是如来藏思想 与为实观思想 融会贯通之后的 一种佛性如来藏 所以叫心性如来藏 就是一旦 大成里的 佛性如来藏思想 跟为实打通了 就会变成成 心性如来藏 这就是晚期 佛性如来藏的教 又叫做 真常唯心教 或者无唯一为实教 它的代表经典 是愣家经 密言经 这课理论比较难 我就短讲一点 大家可以多听两遍 对 对 看 bay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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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